泰国曼谷的反政府示威活动 已经持续了三个月 最近的骚乱 示威者提出了三大诉求 更是历史识的对泰国皇室和君主制进行批评 针对当前紧张局势 泰国首都曼谷15号凌晨起 进入严重声紧急状态 这一幕幕是不是似曾相识呢 同样是对警察下跪 同样的御山镇对峙 同样是统一手势 同样的发表演讲 同样的街头运动 还有同样的美化暴徒 看看望民的评论 香港暴乱的模式 全盘复制到了泰国苏联 因为他们除了香港的震惊 港独头目罗冠聪公开支持泰国苏联 黄之锋是三子 声援泰国同行 罗冠聪、张坤阳 还发起全球联署援泰 而早在去年9月香港大暴乱时 泰国的反对派领导人 就公开表示对港独势力的支持 更有意想不到的 去年出现在香港街头的鬼佬身影 又再次现身泰国示威活动现场 临场组织指挥 无论哪个国家和地区出现暴乱 都有美国CIA和美国民主基金会的身影 前苏联和东欧 北非和西亚 搞定了乌克兰 搞乱了香港 搞乱了巴俄罗斯 现在只在搞乱泰国 用的还是同一个剧本 同一个导演 泰国示威者完全学到了精髓 始于修例风波的香港暴乱 和今年泰国骚乱 熟悉的味道 熟悉的配方 同样的剧本 同样的气露 今天泰国之骚乱 正在重复昨日香港之悲剧 实际就是搞颜色革命 更推翻现有政权 他们背后都有黑手在策划推动 有着强烈的政治阴谋 最终都是剑指中国 搞乱香港是想拖垮中国 而搞乱泰国 即是要打乱中国一带一路计划 阻碍中国崛起 这是针对全面揭标打出的组合权 唯一不同的是 香港无论点乱 有内地作为强大支撑 翻不到天 但泰国稍有不慎 将万劫不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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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